大家好,我是乐浪星 关于有人有骗子冒认我账号去骗取钱财这件事呢 现在已经有新的进展了 之前那个一直没有出现的第三个人呢 就是那个骗子了 现在我已经掌握了很多他的证据 还大概知道他是谁了 是一个我认识的人 也不能说认识吧 因为跟他认识那么久了 我连他脸都还没有见过 连他的声音都还没有听过 所以的话 他对他的保密工作还是做得挺好的 不过今天重点不是说那个人是谁 在还没有明确 有充充分分的证据 完完全全的敲定之前 我都不会明确的说那个人是谁 但是我可以说一下 他的的确确做了什么让我很气愤的事情 首先说第一个吧 首先第一个就是拿我最艰难的最无助的那个阶段 作为自己赚钱的那个理由吧 谋财的那个理由 当时我是怎么艰难呢 我努力了半年的事业 就是自媒体 全部归零 我一无所有 全部归零 前途 前途未步 然后当时也遇到黑房东 把我赶出来 限我五天之内搬走 然后当时浪浪得了耳水肿 我要治疗好 要需要一千五 我的话 我自己撑了半年了 我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当时身体收到只有九十三斤 已经很困难很虚弱了 但当时我就算再困难 我都没有开身问人来 一分钱 我都没有向人求助 告诉别人我有多难多难 我都是自己默默的熬过来 然后他居然说 他就是我 我现在有这样难这样难 背房东怎样怎样的 然后以这个理由来骗人家一千八一千 总之都是上千开头 上一两千开头的 而且不止一个 然后第一个我还要补充一点 其中给钱给他的那些好心人 有些自己经济都很困难 自己都生活很困难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 你的良心装在哪里的 你问人拿钱 你有点底线好不好 那个人本来都没什么钱 你还骗他 我自己轮到街头 我自己前途未步 你骗我 我都无所谓了 你骗那些好心人 那个好心人还经济那么已经被负债务了 那个钱你都骗 救命钱你都骗 你还有良心吗 你 然后第二个就是用两个账号来做双簧 骗人骗人 从各种各样的困难去骗钱 骗修电脑费 那个修电脑费的你曾经也跟我说过 那个电脑坏了 问我这一千块 不过当时我拿呢 我十一月份来到龙南 我真的很从狗狗也生病了 你那种钱你还想坏我的 你还有良心吗 你哈 那时我们还没有 我不说 然后第三个 就是年初的时候有位编辑 很欣赏我的文笔 他免费的想帮我出书 完全是想帮助我的 我也很高兴 结果他也知道 他知道之后 他就拿这个理由去骗我的粉丝 说装得可怜兮兮的 说我又要出书 然后当时需要几万块才可以 然后想用这个理由 来去骗粉丝钱 几万块 不小数目 而且可能不止一个 几万块 第四个 就是过年的时候 遇到疫情 他又找到 骗钱的理由 就是说我遇到疫情 然后需要钱 家里父母也要钱 想借钱 想汇款 给家里面的父母 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然后以这个理由去骗粉丝的钱财 而且开口都上千 上一两千的 说完那四点我就不想再说了 其实还有 但是我现在在煮饭 我也赶时间 然后我现在也想跟你说一下吧 那个骗子啊 我知道你在看我的视频的 我的一举一动 你都会特别的关心 我知道的 然后我想 我也知道你现在是在想尽的办法去隐藏自己 去撇清自己的那些罪行 但是 我有一些警察的朋友 他说 就算你消耗了 你撇清 就是会 就是撇清那些关系啊 撇清那些终极啊 都没有用的 都可以查得到的 就是那么简单 然后我想你还是自首吧 不要那么麻烦了 给大家都省点时间 好吗 最后的话 我还想问一下 你一个问题吧 其实你赚那么多钱 要来干嘛呢 嗯 我在虫在内 我每天 我天天在外面 风餐露树 虫得要命 我最难的时候 我我都没有问过人要一分钱 我每每个月花个五六百块 翻山月铃 日晒雨铃啊 狗狗生病 我都没有问人拿过一分钱 啊 你要那么多钱要来干嘛 你你拿别人的苦难 拿别人的善良 骗骗取那些 明明自己都很困难 却继续骗那些困难的人的钱 你花这些钱 你要来 花来干嘛 有什么 难道你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吗 你花这些钱 你花得很快乐 很安心吗 钱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吗 生而为人 我想你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因为能被你骗的都是信任你的人 如果不信任你 不关心你 不会被你骗的 钱比那些人还要重要吗 嗯 好了 我就说到这里吧 我相信我以后会跟你有个 呃 更加好的平台去说话 去对话 我期待那一天 就这样吧 还有我 还收起来 我现在 zoals是 我认明白 用 那个 那